然后再到这杨宗保穆贵英 再到杨文广 最后这些男的都死绝了 十二寡不争稀 舍太军领着穆贵英 后来穆贵英挂帅 舍太军挂帅 连烧火的丫头杨派峰都上阵了 就有我们杨家的女将 出征迎击辽兵 贤王代替大宋百姓 向杨家百姓 贤王不必多礼 我杨家乃将门之辈 我妻子去六子回 现在六郎生死未卜 就剩下我们几个孤寡女流 只要能保住大宋 国泰民安 我们就是死也无憾 就是杨家将简直都神了 就是男的死了不要紧 女的个个都婴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因为喜欢杨家将 喜欢这杨家将的民族气节 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就相对来讲 恨上了潘仁美 潘仁美真不是个东西 这绝对大奸臣 那么说这一点 甚至在民间 起了个什么作用呢 潘洋不接亲 老潘家跟老杨家 不通婚 所以你小伙姓潘 姑娘姓杨 不能结婚 这个潘洋不接亲 老杨家人都让老潘家人 害死了 不能结婚 那么后来呢 倒有一个势力打破这个了 咱们辽宁有个销星 叫潘昌江 潘昌江 他老婆姓杨 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潘昌江就说 我们说潘洋不接亲 老良人都让老潘家人害死 但我们俩就打破这个了 那么这个事说明什么呢 咱们民间的老百姓爱证分明 喜欢杨家将 崇拜杨家将 恨透了这个潘仁美 那么说这个对不对呢 咱实事求是说 根据历史史实 咱们一考证啊 可把潘仁美冤枉透了 潘仁美在历史上 不仅不是个奸臣 反而是个能臣忠臣 他对于 什么流水落花春去野天上人间 什么小路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哎 那个诗词领域之内 你要说中国人写词 排前五名 怎么排 都对我这南唐互助理 可是这个人呢 治理国家是一堂 等到赵狂印 得天下的时候 南唐已经衰败了 但是百度之冲 思耳不僵啊 你不打他 他不投降啊 所以这个时候 潘美 就 都没解决 他就有了 在低迷 是 但是 我 没有 说 我 什么 我 我 怎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